网络攻击的规模越来越大 而且愈加复杂 保险公司和业内专家就表示 更多业者开始意识到网络保险的重要 网络保险可以在数据损坏和损失上对业者给予保护 但是保险的内容具体应该包括一些什么 目前还存在着争议 这家公司为会议提供网上互动问答服务 由于业务涉及敏感数据 拥有网络保险对于保护起步公司的资产至关重要 客户对购买网络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不过 本地拥有网络保险的公司不到10% 一大原因是大部分公司不清楚保险的投保范围 金融管理局就和南洋理工大学合作 要规范网络保险的保单内容 并降低保费 目前网络保险的年度保费 可从1000元起跳 有专家表示 投保公司可以通过更主动的管控风险 来协助降低保费 而保险公司也可以推出灵活保费制度 保险业者也表示 随着社会对网络威胁意识的提高 购买网络保险的客户也会进一步增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